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今天第3隻的推介 現在晚上7點多 豬仔很忙很忙很忙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 Orion的Mechanics Sport 這隻Orion的Mechanics Sport 是一個藍色的標盤 這個標盤很特別 看到一些格仔紋嗎 看到一個格仔紋的標盤 暗格仔紋 再加上玫瑰金色的標圈 但這個玫瑰金色的標圈很特別 你看到它就是 做了拉絲花紋 好像狗啞坑 粒粒粒粒的 很有趣 拉絲打磨造工一點都不差 好了 Orion的雙屍蜜頭logo 擺在2點和3點之間 寫了Orion Automatic 10點多11點的位置 就寫了星期幾 而這個24小時顯示 就擺在4、5點之間 還有一個日力槍 剛剛遮蓋了 這個日力槍就擺在3點位置 做了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整支標很特別 藍撞玫瑰金色 藍色的Dial 撞了玫瑰金色 標圈位置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 起了一級的 是的 整支標都很有質感 看上去 時分增加了黑道上面 都是有夜光的 我一齊來看看夜光 這支Orion也比較少見一點 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夜光 夜光也挺亮的 雖然它不是一支潛水標 潛水標 我相信很多標迷都會有 尤其是會擁有了 Marco Triton 那些潛水標 但這支也挺特別的 你看到標圈做了玫瑰金色 零零射射射 而標腳位置做了拉絲不受鋼 這個標腳的打磨也不差 你看到它這裏做了拉絲 接著隔了行炮鋼 旁邊做了拉絲 拉絲、拋光、拉絲 錶棺位置就擺在三點位置 也是做了玫瑰金色的錶棺 亦有少許護棺的位置 凸了出來 拉絲標腳打磨的位置 做得 挺有層次感 還有玫瑰有做斜邊 起了一級 變了打側望 做得很漂亮 這個錶就採用了礦物藥水晶玻璃錶面 是日本製造的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它採用了F6B22的機芯 自動機械機芯 21,600的震頻 動力小時 儲能到41小時 可以手上發條的 有停錶功能 我們試試看 踢起錶觀 有停錶功能 我們試試向下轉動 轉動的時候手感很好 才轉動一次我都發現手感很好 很緊緻 調到6點多鐘附近的位置 半格調動日力 半格我們試試向下轉 調動日力也很好受感 一格一格調 輕微的一格一格調 很明顯 一格一格調很清晰很分明 先搖一下 完全沒有虛偽 拉推罐來按進去 錶觀位置 剛才忘記說 上面除了梅桂金色 配上錶圈之外 上面也有雙屍蜜頭的Logo Laser的Logo 雙屍蜜頭的Logo 看一次讚一次 真的很漂亮 很高格調 錶帶方面做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板帶 這條錶帶 看看錶扣 錶扣做了接碟式的保鏈錶扣 上面也有 Ori and 雙屍蜜頭的Logo 打開之後做了光身的薄橋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的底蓋 上面寫了什麼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F6B2的機芯 也寫了Water Resistant 看看正面 整條錶很帥 質感的 這條錶是一隻 自動機械錶 可以手上發條 41小時的動力儲能 大概 朱仔正在做這個動作 上10下左右 好 戴就可以了 已經夠行 41小時 但如果我不戴又想它動的 我上夠20多下 我大概數過24、5下左右 就行夠41小時 好 標徑 想量一量給大家看 這個標徑 42.5mm的直徑 厚度 12.6mm的厚度 脫脫就是 50mm 50mm的 脫掉了 整條錶的總重量 我先拿一下磅 剛才忘記做了 這條錶是150克 150克 試試戴上去給大家看 看看什麼感覺 這條錶 整條錶很有手感 這條錶真的越看越漂亮 藍色的革製紋面 再襯托了這個玫瑰金色 特別的錶圈 好似 好像這個 東方很多時的特別版 東方星的特別版很流行用玫瑰金圈 這隻又不是什麼特別版 但是它也做了玫瑰金圈 襯藍色面 整個錶的造工 好了 朱仔推介 這隻手錶 究竟多少錢 是 Made in Japan 自動的 朱仔推介 1828 1828 多漂亮 朱仔只有兩隻現貨 只有兩隻現貨 你看到在光的節色 看到那些暗紋 本身普通 藍色的電話 然後 轉一轉 手腕就看到那些暗紋 暗格紋 所以很美麗的質感 再加上玫瑰金圈 拉絲 隔了一些拋光的點綴 有些粒坑位 整隻錶很有型 42.5mm的直徑 屬於一個大錶徑 好了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 Whatsapp給朱仔 在這個 在這個錶題那裡有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朱仔也可以 打給朱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手錶 想在佐頓還是賴之角 好了 朱仔只有兩隻現貨 1828元 要喜歡的錶迷就不要錯過了 記得Whatsapp給朱仔 或者打給我 我們下集見了 朱仔也比較忙 晚一點還有錶迷過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讚 朱仔 朱仔每天都很努力地 介紹不同類型的筍錶給你們 如果還沒訂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鐘即是訂閱 好不好 你的支持才是朱仔最大的動力 記得了 拜拜